1991年 一部香港黑帮史诗传记电影横空出世 创下票房3800多万的惊人记录 次年 这部黑帮片又在金像奖上 打败了周润发张国荣的纵横四海 李廉洁的黄飞鸿 和刘德华的武艺探长雷洛传 获得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 这部影片就是麦当雄电影公司制作的颇豪 颇豪背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在八九十年代演艺圈蓬勃发展前 香港曾有过一个豪胆你就来的阶段 那个时代枭雄遍地 民风彪悍 滋生了一批靠胆色闯世界的传奇人物 颇豪的原型人物吴熙豪 就是那个时期四大黑帮之一 影片上映时吴熙豪尚在服刑 电影一开头导演麦当雄就用大字打出了之前声明 本片拍摄时 未经吴熙豪先生同意 如片内有模仿影射等情节 纯属巧合 这求生欲来得强烈但敷衍 电影上映以后 不出所料 吴熙豪怒斥麦当雄 直言颇豪太假 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但是啊 麦当雄手捧五十万现金上门就解决了这场风波 吴熙豪入狱时涉案金额三亿港元 区区五十万 按道理 黑帮人物杀人越货 涉黑涉毒 麦当雄一个导演怎么敢惹他 惹了他又如何如此简单就摆平了呢 可能是时候讲讲在香港豪门崛起前 那个靠黑色秩序维持的年代里 那些渐渐失传的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黄赌毒黑猖獗 港英政府无能 香港贪污受惠严重 黑帮势力庞大 整个社会混乱不堪 江湖风云变幻 宝岛豪江港岛黑社会都有私下来往 能量辐射金三角 各自占山为王 那时香港有三大潮州帮大亨 分别是绰号白粉马的马熙如 他弟弟金马马熙真 以及绰号颇豪的吴熙豪 吴熙豪比马家兄弟年长几岁 占据先机 但马家兄弟马熙如和马熙真 最终全身而退 得了善终 马熙如的儿子马严廷 还娶了女明星离此为妻 如今东方报业依然风声垂起 手上执掌了几大上市公司 传说家族海外财富更是不可估量 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马熙如出生在潮汕一个小农村 弟弟小他三岁 两人父母双亡 由家族中的一个大伯代为抚养 后来大伯晚年得子 马氏兄弟顺势失宠 大伯找了个借口 就将他们二人赶出家门 当时马熙如十四岁 他带着弟弟偷渡到了香港 欠舌头俱债 靠在码头打工还钱 码头这个地方不简单 霍英东也曾在码头当过苦地 后来他做上了船运生意 成为香港第一代号门 马熙如兄弟是不同的走向 他们选择了加入社团 在老乡的帮助下 败入当时服役星的刺花王 王老吉的门下 刺花就是后来香港 马克塞克斯的钱身 王老吉做的是赌当生意 当年的赌当 几乎都是靠着场内的签数高手 或者牌桌上的机关道具来坑人 马氏兄弟一上位 就撤出掉这所谓的潜规则 对赌客做到了公平 公正公开 有时候赌客运气太好 赌当亏了许多银子 他们也如数奉上 不欺客不耍赖 正因如此 他们经营的赌当 口碑极好 客似云来 马熙如很愿意动脑子 他们买了报纸固定的推荐位 这样顾客就可以直接在报纸上 看到开奖的结果 与报社的接触 激发了他们后期创办 东方日报的念头 马熙如的第一桶金 是靠赌当积累的 接下来 他们将澳门火爆的赛狗 搬到了香港 引发富豪的追捧 做了赛狗的庄稼 经营赌业的多半需要一些配套 马氏兄弟又开了金融公司 生意越做越大 再后来 高利贷成了违法产业 马氏兄弟又将金融公司 重组成了财务公司 开创了当时香港黑帮 开财务公司的先河 之后他们带着巨额资金 投入到了码头货运事业 货运生意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走私 他有一个大客户 这位大客户就是吴锡豪 后来的破豪 吴锡豪到香港比马锡如马锡珍要晚 他也曾短暂做过自华生意 但很快就转行做了暴力的粉荡 吴锡豪的故事里 离不开一个叫郑月英的女人 更有人说英姐才是真正的化石人 香港14K堂主陈慧敏曾说 所谓豪歌声音间隙像个女人 这句评价一直被认为是郑月英掌势的证据 郑月英脑子灵广 他经营一个水果摊 表面上看似普普通通 实际上是一个粉荡 两人的搭配天衣无缝 郑月英还建议开设米航 把面粉调包为白粉 满天过海 马锡如认识颇好时 他已经缺了 很有钱 一方俱富 马锡如观察很久 他发现自己搞的这些生意 比起吴锡豪的生意来 赚得真的太少了 他掂量了一下 自己有本钱 背后有社团 何不起不搞起来呢 像黑帮港片里演的那样 马锡如不仅要吃这口饭 还要绕过吴锡豪 找上家拿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马锡如到金三角走了一遭 拜见了流落在金三角的 国民党残军李文焕将军 李文焕得知 马锡如兄弟二人 在香港有一定的势力 他提出交换条件 李方答应马锡如 以最优惠的价格给他供货 马锡如帮李文焕 在香港组建特务网络 马锡如在香港的身份已经黑了 他也想要给自己多一张船票 这事儿当然成交 于是马锡如彻底下海 他来主导白粉生意 赚来的钱帮助国民党 组建特务网络 坊间称他白粉马 弟弟马锡珍则负责收货 洗钱 把赚来的钱投资到贸易公司 办公大楼 电影院 餐厅 酒吧等等 把钱洗白 1969年 马锡如有个大胆的设想 开设一间报馆 进入上流社会 东方日报顺势而生 东方日报在坊间被称为粉报 因为很多交易暗号 都利用报上的内容传出来 不得不说呀 马锡珍做生意很有天赋 他经营下的这些产业 很大一部分赚钱了 无心插柳的东方日报 更是连续29年 拿下了消灌的荣誉称号 马锡珍热衷于慈善 捐钱从来不手软 坊间称他金马 他加入香港赛马会 衣冠楚楚地出入上流社会 各种场合 他有个习惯 抽烟不用打火机 而是先用火点燃钞票 再用钞票点烟 原来英雄本色里钞票点烟的小马哥 是这位小马哥 马氏兄弟被尊为香港地下司令 身旺见龙 而隔壁的颇豪不吃这套 他是另一个路线 疯狂炫富及时行乐 破豪吴熙豪膨胀到想借美国黑手党的力量 把毒品卖到美国去 1968年 港英政府四大探长倒下 1973年 香港廉政公署ICAC正式成立 希望肃清香港警队的腐败现象 一个时代即将宣告结束 首先倒下的是破豪吴熙豪 吴熙豪被判入狱30年 宣判那天 他当庭放声大哭 完全没有昔日毒王的嚣张气焰 破豪吴熙豪被查封30吨毒品 作家3亿 他的服刑突破了当时的极限 马戏如马戏珍看到吴熙豪的下场 也迅速收手 只留下了东方日报等合法的产业继续经营 但是吴熙豪在狱中改头换面 争取重新做人 也供出了许多的人 其中就有马氏兄弟 马氏兄弟被指控在1969年到1974年间 走私了700吨毒品 按吴熙豪30吨30年的判法 马戏如直接可以判700年 起诉前夜 马戏如提前布下了特务网络 救了他一命 台湾那边给他一条活路 让他连夜坐船逃往宝岛 这年他的儿子马亭强刚刚17岁 这年他未来的儿媳离子刚刚2岁 当时马戏珍的身份相对比较白 他留下做一些收尾工作 没有和哥哥一起逃走 但是他遍地撒钱做慈善的金马风格并没有帮到他 1978年 马戏珍被捕 马家出动了整个关系网 最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影视大亨前名 将马戏珍保出 他连夜兼程 弃保前逃 最离谱的是 据说送他上船的 是数名移民局警察 当时的香港已经烂到根了 抵达宝岛后 马戏珍被当地 以持假文件非法入境逮捕 入狱一年 这个代价实在太能接受了 最可怕的是 他们的资产都转了出来 马戏如早在台湾安营扎债 手握雄厚的资金到处投资 美利国和袋鼠国都有他们的不动产 在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区 以及威斯敏斯特市拥有一整排的办公大厦 简直是富可敌国 而且他们的后人继承了香港的合法产业继续经营 这笔巨额财富从上世纪70年代投资到全球各地 如今的市值早就不可估量 有人说呀 马亭强才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马戏成出生时患有小儿麻痹 落下终身残疾 他性格保守和父辈完全不同 一生做事以稳为主 他早就完成了和家族产业的切割 开设宝贵事业有限公司和港汇控股有限公司等六家香港公司 涉足投资医疗和慈善事业 身家清白 1998年马希如在香港病逝 风云一生还得以全身而退 不得不说也是把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的人 他临终最大的遗憾是43岁的儿子马亭强还没有结婚 马家无后 那是他的儿媳黎姿正在演《古惑仔》里的小结巴 没想过终有一天真的嫁给了陈浩南 更想不到陈浩南腿脚不好 故事另一方面的吴希豪入狱后重新做人 据他的育友介绍 吴希豪从不炫耀有钱 在狱中和其他犯人一样日夜劳作争取减刑 他的工作是做衣服 一干就是16年 积累了4000块工资 后期吴希豪已经患上肝癌 他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破号 麦当雄手捧50万找到他时 他因为肝癌晚期被特赦出狱 这些钱他根本没收 而是让麦当雄捐给了慈善机构 出狱仅仅25天后 吴希豪就在病痛的折磨下 结束了罪恶深重的一生 2008年马亭强和黎茨在澳洲结婚 为了避开媒体 婚宴选址在马家澳洲众多产业之一的海滨豪宅庄园 马亭强为了婚宴提前一年翻进宅子 他对老婆黎茨有求必应疼得不得了 回到香港后 黎茨和马亭强仅仅是小范围补请了一些宾客朋友 不到十桌 比起动辄席开300桌的港圈豪门 两人的婚礼神秘而低调 黎茨说呀 他本来只想在圈内拍更多的好戏 没想到弟弟一场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婚后 黎茨在马亭强的支持下将医美公司做到了上市 如今他个人身家已经超过10亿 2015年马亭珍在台湾病重 他唯一的心愿是想回香港看看 他的后人各种奔走 当局只回复一句话 通缉令至今有效 马亭珍抱汉离世 享年78岁 他当年的兄弟们 有的惨死街头 有的老底坐穿 香港的老故事 也随着风云变换 渐渐无人提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